白色轎車就這樣卡在人行道 公園旁的路數壓在轎車底 駕駛座連接車頭的保險桿 被掀了起來 可見撞擊力道很猛烈 7號晚上9點多 白色轎車從三重往蘆洲方向 一台機車突然出現在右方 轎車緊急左閃失控 先撞上分隔島 再衝上人行道撞上路數停下 會這麼失控 原來造勢駕駛還有喝酒 幸運的是車上的駕駛和兩名乘客 只有輕傷 警方到場救護三人臉部手腳輕微擦錯傷 但一看現場路數被連根撞倒 地上還有車殼碎片 前行駕駛喝了酒還心存僥倖 酒駕上路 這下不論是否因為閃車才釀貨 還是得依公共危險移送法辦 記者週天傑 吳姿怡新編市報導